他將女人視為玩物 我要去外面要怎麼畫就怎麼畫 那我是什麼 妳是我其中 你也是 你真的 很過分 反正我去外面玩玩蜜也回來再玩 你講什麼話 把我捏當作什麼東西 什麼外面玩蜜也回來玩蜜 因為我要去找他還可以玩他 他不是玩蜜 好像蜜蜜跟我一樣 他希望老公浪子回頭 叫那個狐狸精滾就好了 你講一句你客氣一點好不好 你講什麼 講他什麼狐狸精 你講什麼 反正狐狸精 你再說一遍 你怎麼資格講 狐狸啊 我要告他 趕快叫他給我 他愛上有婦之夫 來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長相好不好 太清楚你女兒長什麼樣子 你能變得瘋我嗎 那你會長什麼樣 最後的晚餐 愛沒有重量 愛不是負擔 愛呢就是一起來運進最後的晚餐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您再度收看我們最後的晚餐 一起來歡迎今天的男女當事人 譚香舞先生 李宋主小姐 最後的晚餐 本集邀請到的是一對瀕臨離婚的夫妻 先生譚香舞 30歲 戴燕中 太太李宋主 21歲 家庭主婦 結婚一年 育有一女的兩人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面臨 婚姻破裂的邊緣呢 真情時刻 判動一心 我們首先來介紹我們今天 幸福調節委員會的委員們 周美德小姐 婚姻專家 林文盈先生 EQ潛能開發專家 蔣萱小姐 兩性作家 麻煩三位 我們看到在現場的男當事人 譚香舞 30歲 是 李宋主你才21歲啊 是 你們兩個已經結婚一年多了 對 那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在我們結婚之後嘛 他還常常出外面說 然後就是他為了說 去跟那些女兒玩 然後改車 就是為了這些事情 然後說連家裡面都不顧 孩子都不顧 現在說小孩子這樣子 根本就養不活了 你們有一個小孩子 對 現在多大 一歲了 一歲了 所以你們兩個當初結婚 是因為懷孕嗎 對 之前都有協議過 協議什麼 我跟他講過啊 說 之前啊 如果要結婚對不對 懷孕啊 也不能影響我的婚姻啊 就說 你不是說你結婚 以為有小孩就可以叫我結婚 是我爸那時候 逼我結婚的啊 然後跟他講說 結婚我一樣要到外面去啊 怎麼玩你不要管啊 你管什麼管啊 你那時候有爭取他的同意 就是 有啊 即使結了婚 你還是可以去外面亂玩就對了 不會啊 他挺答應的啊 剛剛結婚的啊 你那時候有答應他這個啊 可是他甚至已經很超過你知道嗎 女朋友是越交越多耶 數都數不完 怎麼會結了婚 都已經有小孩了 還在外面交女朋友啊 我以前就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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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玩啊 你的習慣就是這樣啊 同時跟很多女生交往是不是 沒錯啊 我以前就沒交情很多啊 十幾個 對啊 你跟女朋友出去玩不用花錢喔 有時候花她的錢 我就花女生的錢 對啊 哇 那你滿有能耐的啊 還花女生的錢 沒有啊 靠這張女生飯 靠你那張嘴 對啊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協議 結了婚然後兩個人協議說 老公還可以在外面交女朋友 湘舞你幾歲的時候開始交女婚喔 從十九歲開始 十九歲開始 然後就沒有斷 那所以 你以前也沒想要結婚對不對 沒有 那你說你這次是 女朋友懷孕了 你也不想結 是你爸爸叫你娶 對 那你就聽你爸爸的 沒錯啊 你現在有沒有工作 現在十月 現在十月 你原來有工作嗎 有 有 兩個人結婚那時候你還有工作 有 那你有沒有工作 沒有 沒有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工作過 沒有 就是在家裡面帶小孩 對 那你們這樣 你還要出去交女朋友 然後兩個人還有一個小孩子 又沒有工作 怎麼樣啊 我之前有存一筆錢啊 現在還沒花完啊 就靠那個錢 我也有拿回家去給他用啊 我不是沒拿錢回去給他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兩個人交往的VCR 只要愛情不要婚姻的香舞 一直以來是一個標準的不婚主義者 後來卻因為眾多女友之一的宋主懷了孕 所以他們只好奉子成婚 可是天真的宋主以為可以就此緊緊地拴住香舞的心 沒想到新婚一年多來 香舞花心依舊 這讓宋主是忍無可忍 兩人的婚姻也因此瀕臨破裂 難道這個下午你過往這個交女朋友的過程當中 你都沒有讓其他女生懷過孕啊 有啊 那怎麼解決的 就是隨便講講啊 看你要不要嫁給我啊 他就說好啊 可是他後來是發現我交很多女朋友 然後就不願意跟我結婚 他是說如果小孩子他生男的才有婚姻 如果女孩子大自己不是一樣的 然後聽說他是生一個女的 然後自己就在 就真的生下來喔 有啊 可是你們就分開了 分開 因為他沒辦法接受我這種花心 那所以就是你曾經也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你的女朋友也懷孕 你都不見得娶她對不對 對 那所以你娶了這個宋主之後 你就不願意放棄你在外面 繼續教女朋友的權利就對了 沒錯 嗯 啊 宋主 你為什麼明知道他是這樣子 不會改的人 你還要嫁給他呢 我希望給小孩子是一個完整的嫁 我不要說小孩子說生下來就沒有爸爸 你嫁什麼 你嫁什麼 吵什麼 吵什麼 大聲就了不起喔 之前就講好了 我還沒玩讓你管 我不是男人 我不能在外面花嗎 我是男人才能在外面花 那你淹掉好了 你是當女的啊 我為什麼要淹掉 說淹就淹喔 要喜歡啦 我喜歡怎麼樣 外面的女孩子也喜歡怎麼樣 對啊 對啦 反正你就喜歡外面野女 我習慣了 慣得著你 你們兩個還是有住在一起嗎 還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但他就是 那他交女朋友是怎麼樣 他就不回家是不是 常常徹夜不歸 你外面的女朋友知道你結婚了嗎 沒有 不知道 你外面的女朋友不知道你結婚了 對 他們以為你單身啊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有的知道你結婚了 對 還是要跟你在一起 現在還是有聯絡啊 那你目前還有幾個女婚 目前現在 還有三個 還有三個女朋友 那這三個女朋友 你目前這三個女朋友 是不知道你結婚的嘛對不對 對 沒錯 不知道你結婚 那你三個女朋友 還有一個老婆跟小孩子家庭 你怎麼處理你的時間 你怎麼分配 怎麼分配啊 那你怎麼跟那些女朋友約會啊 你約他們 你主動約他們 還是他們找你 他自己會來找我 有時候我會去找他 不會穿幫喔 不會強繃 不會啊 怎麼會 有時候他約我的時候 我就說我今天沒空啊 另外一個找我就說沒空啊 他們也沒有懷疑過 就找些理由啊 沒有懷疑啊 沒有懷疑過 你的小孩子現在一歲多是不是 一歲兩個月 一歲兩個月了 你喜歡你的小孩子嗎 喜歡啊 你喜歡小孩子 那所以你會回家來看小孩 我玩完就會回來 我一樣會給錢啊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家庭你還是 你有在顧就對了 有啊 給錢當然有顧啊 你給那什麼錢 給你就不錯了 你叫什麼 對啦 一個月幾千塊啊 過養小孩喔 過養嗎 過養是想辦法 你們現在住的 是租的還是 住在哪裡 我公公婆婆他們的房子 所以你爸爸 我儲就丟了喔 所以你們就是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沒有 他們的房子給你們住 對 所以你只要張羅生活費就好 所以還好 就是至少房租 不用了 不用對不對 對 宋主你那時候為什麼要答應他 那個 讓他婚後還可以繼續交女朋友呢 我是想說 他玩一玩 他自己會改變 對 我是想說 會不會說因為這樣子 他會改變 結果他不但沒有 閉嘴啦 我為什麼要閉嘴啊 比以前更誇張 更誇張 然後他現在又喜歡改車 改車 對啊 你常常改到都沒什麼錢了 然後變成現在過了有一餐沒一餐 小孩子也是一樣有一餐沒一餐 犯賤啊 叫什麼叫 你是爛人啊 你死賤人 改車就是爬妹妹用的啊 幹什麼 改車我懂爬妹妹啊 你不會顧小孩子喔 小孩子這樣養得活 我要給你一半的薪水了 還養不活耶 什麼一半 你都花到差不多了 你丟個幾千塊就要一半喔 那叫本來就一半 我哪有丟幾千塊啊 對啊 你改車錢啊 你先改完啊 然後女人 再去外面玩玩啊 玩到剩下差不多的時候 你錢再給我 我就是愛玩怎麼樣 我就是玩女人啊 你家的事情啊 之前怎樣 你就沒說要管我的 之前要結婚之前就說 我一樣可以去玩啊 那你之前也說錢給我管啊 那那個蝦虎的爸爸媽媽 知道他還是在外面交女朋友嗎 目前是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爸爸媽媽不知道 不知道 對啊 哇 很有辦法 你爸爸媽媽以為你就是 就跟他好好的就 對啊 就結婚了這樣 爸爸認為說我跟他結婚 會乖乖的這樣 就乖了 因為又有小孩對不對 對啊 這個 宋主你的家人 對於你這個婚姻 他們是覺得怎麼樣 是滿贊同的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有這些型 他們就是想說你們 反正就是有了小孩 然後就結婚這樣子 對 那他們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 就像我還是繼續在外面 花就對了 對 我們現在請宋主的母親 徐玉琴女士到我們現場來 徐玉琴女士48歲 宋主的母親 當初她就極力反對兩人結婚 今天她來 就是要宋主與湘舞離婚 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女婿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嗎 講到她 我是生氣 過去是花花公子 女朋友一個交一個 這我有聽過的 我也不知道 我女兒都上當 有了肚子也不知道 大肚子之後才知道 對 跟他爸爸講 跟他兩個去結婚 是 所以你有跟這個 湘舞的這個父母親碰面 有... 等於是兩家的這個家長做主 對... 就說那要結婚這樣 結婚 有一個家庭 是 他改進 他會習慣 不知道 有了孩子 生了孩子 他越來越糟糕 外邊 女生一大堆啊 一天大晚就是跳舞唱歌 苛姐了 正式不服了 不做 我做做做長輩了 管不來啊 所以請你們來平平的臉 看什麼 替我解決的 但她說她爸爸 她爸爸不知道 她在外面還繼續話 她亂講 她爸爸知道嗎 知道 我們都講好了 怎麼不知道 知道的屁啦 知道 我是你的長輩 妳講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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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子妳也給我顧一點 妳已經孩子也生了 妳這兇什麼 當然我要兇啊 我是女的長輩 我不兇 妳關妳什麼長輩 金湛妮女的嫁給我 這是我的人 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這個孩子真是難管 對我媽長到來以後 不轉該離婚啊 離婚 你胸屁啊你 對我媽講話什麼態度啊 妳是女婚姓啦 怎麼樣 長輩 長輩 長輩要怎麼樣 沒有 用腳 要這樣 用腳 不然妳想怎樣啊 怎樣啦妳 好了 離婚啊 離婚 對啊 離婚小孩子呢 小孩子喔 自己想辦法 想辦法 小孩子那妳 妳講了要離婚了 小孩子有 你們要資格救妳 你們自己想辦法 我想辦法 離婚的話 小孩子歸他們是不是 歸我 是不是 我現在不想理這麼多啦 之後再講 小孩子別讓我們 要考慮到這麼多啦 小孩子當然要考慮 因為要離婚的話 小孩子怎麼辦 怎樣 之後再講 之後再講很煩啊 還是說要找妳爸爸來問他 好 私底下之後再找我爸爸 在那談啦 囉哩囉嗦 這是 來 你坐 妳坐 不要在那邊撞頭 宋主啊 為什麼他一說 為什麼他一說 離婚妳都不敢回答 就跟他離啊 這種先生老惹就不要可以了 他一說離婚妳們兩個都嚇到 妳閉嘴啦 男生那麼多啦 在家沒有關係啦 你們不要惹我生氣 我委員 scaffold 在惹我生氣試試看 你想有沒有想 Unbelievable 妳去不去我跟她打妳 妳敢 那麼高 要惹我生氣就好了 再惹我生氣試試看 你 你幹什麼 你算什麼年輕啊 還怎麼啦 裏正沒大很小的孩子 妳幹什麼 沒教養 妳急阿 怎樣 怎樣 我今天想要打他怎麼揍你 我不敢來 你不要看我老 不要等他吵吧 不吵 你來啊 你不要哭 你來看看 看 你想年輕的 我老啊 我沒你的辦法 來 媽 來就老了 不要吵吧 你閃開啦 你不要哭嘛 來 我就老命跟你拚 想他什麼 我捨不得我認你 我只有一個女兒而已 你敢對我女兒怎樣 不負責任 你算男人嗎 我就是這樣 我個人就這樣 我喜歡玩女人怎麼樣 你不是人啊 你就是怎樣 怎樣 你別錯三不如 不要講 本來就是這樣 媽 你不要講啊 還不要講 你太軟弱了 吵什麼 我裝什麼可憐 我不要啦 你要什麼啦 你就是太軟弱了 才跟著欺負 他幫你當作爛 你幫他拆 還在哭 不要哭 要喊大家來喊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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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怕誰啊 這樣來講條件啊 你講啊 條件什麼 條件什麼 孩子啊 你還沒有決定啊 有什麼好條件 你要什麼 你開出來 你開出來 你打眼好不好啊 你怎麼不敢講話啊 這件是我們 我們之間的事喔 我跟我老婆的事喔 不干你的事 你老婆是我的女兒啊 是我生啊 你 拜託啊 要先嫁給我囉 嫁給我就是我的 你管什麼 我怎麼不能管 女兒是一個 你是一飯 女生棒 這什麼態度啊 這什麼態度啊 你幹什麼啊 你幹什麼啊 來啊 你幹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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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氣我氣 這什麼態度的 你氣我了喔 你幹什麼對我媽 爽啊 你氣了這件事 不少你家的事啊 都過去那邊喔 過去坐好 半天一起扁喔 真是 前輩子 不是燒什麼香啊 坐好念 才照著 你家叫人 你這個 這種丈夫啦 我這個丈夫不好嗎 當他不好 我今天家裡會怎樣 我要拿錢回去 要有什麼不好 你拿什麼錢 拿什麼錢 我一樣有賺錢啊 我之前有賺錢 你自己用的不夠了 不夠 還是牛奶粉還是我買的 買什麼 哪一粉啊 什麼 哪一粉你買的喔 笑死人你買 我出的錢啊 你去買啊 你出錢 你用嘴巴講的啦 你光出一個嘴 你哪錢 不要再跟他說了 閉嘴喔 我們家庭不是好家庭 叫你閉嘴沒聽到 不要跟他說了 不告訴我聽你的話 你女兒去甘情願的啊 新甘情願 他新甘情願 我不甘願 你不要再說了 不甘願怎麼樣 至於問你女兒幹不甘願 不要再說了 之前就講好了啊 要結婚之前就講好了啊 你講 管這麼多幹什麼 之前結婚是不是講好的 這樣那要怎樣啊 你這樣後悔什麼 我不想你啊 離婚啊 郭忠痛苦幹什麼 我都不想離啊 宋主 你為什麼都不想離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不想離的原因 到底在哪裡 你是怕小孩沒有 沒有這樣的父親呢 而且我覺得 在這種婚姻的情況之下 我不覺得小孩子 會得到任何一點的幸福 而且我也不覺得 勉強維持著 這樣子的一個婚姻 能夠帶給小孩子 什麼樣的幸福 你可能原來其實 比較委屈求全 希望說 不管說 大人做什麼事情 其實過錯不要去 過到小孩那邊去 希望還是給小孩 一個完整的家庭 有爸爸在 有媽媽在 可是如果說 雖然有爸爸在 有媽媽在 但是這個家庭是非常 不完整的 是破碎的 是草草鬧鬧的 而且從小看到的例子 就是不 是完全是 不正常的一個狀況 其實對這小孩來說 是比沒有爸爸還糟糕的 沒錯 你擔心的是 就是 除了精神上 沒辦法給小孩 一個完整的父愛之外 你擔心你的經濟能力 沒有辦法 扶養小孩對不對 沒錯 對不對 喂 女孩 你就忍忍我 到外面花就好了 忍一下就好了 女孩 我就忍我就好了 對不對 我為什麼忍忍你 我爽 怎麼樣 你為什麼 忍一下會怎樣 都可以帶回家了 要你管 所以我覺得你們 應該不算是愛吧 因為 就像你們說 就像其實 一開始有提到說 你們兩個其實認識 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同居了 然後就懷孕了 可能你們對彼此的了解 根本就還不夠 那你現在 又已經邁入婚了 說你有太多的這個限制 跟包袱 你必須要攬在身上的時候 你又發現對方 完全不能滿足你的期待 可是像宋主你現在擔心的 可能是你未來怎麼樣 可是那就表示說 你根本就沒有能力去面對婚 這樣一件事情 其實你本來條件就不夠了 我不是說 在批判你什麼 沒有錯 他其實擔心的就是 他不能夠獨立批養小孩 對 所以其實你現在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課 就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改變他 那你怎麼自己過下去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影響他 所以你一定要把焦點先 放在自己的身上 你能夠做什麼樣的事情 包括你可能需要去外面 找個工作還是怎麼樣 就像你做最壞的打算好不好 有一天你跟他離婚了 那你怎麼辦 你還是要設想到 你不能永遠說期待他 對你怎麼樣 其實照理說 真的都希望說勸和不勸禮 更何況你們是結婚了 又有一個小孩子 可是看起來其實這個 像我根本不想改變你的那個嘛 對不對 你想要繼續玩嘛 對啊 你覺得 你覺得你跟他結婚 你有小孩你也不用改變 對不對 是至少啊 我玩到天亮 我還是回去照顧小孩啊 我還是會看我的小孩啊 你會為了小孩還是會回家就是 還是會回去啊 只要玩到天亮 我也是會回去啊 每次有看我小孩 沒錯 你人是回來了啊 可是你心沒有回來啊 我心沒有回來 你是喔 那你哪是要愛小孩 我哪沒愛他啊 沒有愛他 就不會拿錢回家給你們啊 你敢說你很愛女兒 不愛嗎 我早上回來不是有親親他 抱抱他不愛他嗎 幾次你有看見我不愛他 沒有打過他 我以兇過他嗎 你敢說你沒有兇過他 我幾次兇過 那他吵鬧的時候 你拿什麼東西給他喝 什麼喝 什麼東西給他喝 講出來啊 像我好了 好什麼 本來就好 我和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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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氣喝酒就算了 你講我好什麼 你還拿酒給Baby喝耶 他拿酒給小Baby喝為什麼 他愛喝酒啊 就給他喝啊 你根本就覺得他太吵的時候 你就想要讓他喝酒 就讓他去睡覺 就不用吵你了 老爸就愛喝酒 小孩子當然也會愛喝酒 做人要有一個原則 你是個大男人 這個家是個女生 是你一個男生 大男人 大男人就是要去玩一個玩女人 這個氣死 爛了一個啊 爛人 我就是爛 怎麼樣 我爛 所以這個 可能要 可能要聖主 真的你自己要想開一點喔 因為看起來這個人 並不會 因為你而改變 也不會因為我們這樣子的建議而改變 他是不會變的 我覺得只有你自己想辦法 你的心態改變 你願意接受說 你自己也可以給小孩一個好的環境 那 他還是要 要富起這個 撫養小孩子的這個 在經濟上面 支持你的那個 所以其實你真的 你對法律真的了解不夠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 他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啦 然後那宋主 如果你說的是實話的話 說他一個月只拿幾千塊回來 幾千塊回來 你隨便賺都有 換一個自由 就是嘛 當初我叫你不要嫁給他 你就要嫁給他 現在來鬧了誰啊 蕭舞你也愛過宋主嗎 有沒有愛過他 有啊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結婚之前啊 結婚之前是嗎 就是你們兩個 剛在一起的那段時間 是不是 那那個 你愛他結了婚之後就不見了 為什麼 膩了啊 膩了 膩了啊 然後每天是看著他不會膩 可是那有了小孩子 難道沒有改變嗎 他總是你小孩的媽媽嘛 沒有說跟外面的女人 有一點不一樣 沒有耶 沒有覺得 沒有覺得 嗯 我們現在請蕭舞的朋友到現場來 這是哪裡的朋友 我的朋友 嗯 不是女朋友吧 蛤 不是女朋友吧 就是外面的朋友嗎 我朋友啊 嗯 不是女朋友嗎 對 我們請黃紅芸小姐到現場來 黃紅芸小姐21歲 香舞的朋友 她是香舞的三名女友其中之一 香舞今天請她來 是為了要氣送主 必送主禮婚 你是她什麼朋友 女朋友 你是她女朋友 你是她女朋友 你還說只是朋友 又是她啦 胡一新啦 又是她 她是女朋友耶 當然去你了啦 怎麼約啊 帶什麼狐狸經過啊 妳知道她結婚啊 我今天才知道 妳不知道她結婚啊 她交往的時候 跟我說她沒有結婚 所以我才跟她交往 妳跟她在一起多久 幾個月 幾個月 妳都不知道她結婚了 我不知道啊 她有過分沒有啊 哪有男人結婚 會到外面玩女 玩女人的時候 會講說自己結婚 那妳憑什麼 還跟我交往 妳不要 妳再說一遍 妳是要愛啊 妳在客氣一點而已 客氣什麼 妳講清楚喔 妳幹什麼 妳是怎樣 對啊 妳講怎樣 妳是怎樣 對 幹得理你了 原來我們裡面 其實在演戲啦 媽媽妳客氣一點好不好 幹什麼鬼啊 幹什麼 你是誰啊 妳 靠你我老公嘛 是妳自己沒條件 妳憑什麼說我勾引妳老公 那妳條件都好啊 怎樣 哪裡沒有女兒啊 妳自己看 哪裡沒有妳女兒好 想什麼啦 想清楚好不好 想你啦 妳看我的女人怎麼樣 妳臭小子啊 要管也是我管啊 我女兒也嚇在演戲上 叫什麼 對我媽那麼嚇幹嘛 妳難道 宋主妳難道沒有聽出來 那個女的也是現在才知道 妳 她是妳老公耶 她也是被她騙的耶 先搞這個狀況好不好 兩個女生在這邊吵什麼 問題是這個男的耶 妳就是這樣子被人家吃了死死的啊 妳有沒有搞清楚啊 妳現在要給我怪她啦 對啊 妳在什麼 她也是不知道她結婚啊 妳現在是怎麼樣 妳搞清楚好不好 沒有啊 妳交代清楚好不好 我現在只帶妳來 就是因為等她離婚 那妳跟她講清楚啊 我跟她講過啦 我跟她講過啦 講過就嘴巴講啦 本來就嘴巴講 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妳想要跟她離婚 妳想要跟她在一起 我沒辦法 我只想離婚而已 想離婚而已啊 因為妳說妳有三個女朋友嘛 她是其中一個 那妳怎麼跟另外兩個 妳到底要跟誰 我現在就只想離婚而已 先離婚 先恢復單身再次 對 我要去外面 要怎麼花就怎麼花 妳也是我其中 妳也是妳生了啊 很過分耶妳 馬人是豬啊 這只在外面嬌一直嬌 不喜歡嬌 怎麼可以啊 我小孩在哪兒在哪兒 在哪兒 妳看什麼 妳看什麼 這床樓樓都要摔死妳 馬上不要對她 氣人 不是 妳交代清楚好不好啊 妳 妳推什麼的啊 妳在吵 妳怎樣 怎樣 再過分一點 怎麼樣 妳交代清楚我拜託妳好不好 不然我們這邊就沒了 沒就沒啊 沒就沒啊 妳在家裡面 妳現在到底是想怎樣啊 小屁喔 妳叫我們叫 妳叫 什麼 什麼什麼 妳說會什麼 妳看什麼 妳看什麼 這只在叫女人嬌 這只在叫女人嬌 妳講什麼 妳叫離婚 還是歸我們 歸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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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養會呢 散養會喔 再說啦 再說不行 再說啦 妳要多少嘛 妳講出來嘛 跟我們生活的過去啊 妳再講嘛 妳要到啊 承認啊 再講講話 講啊 妳自己講也知道 妳讀書啊 妳不是沒有讀書啊 妳不是傻瓜啊 要我想 我要想一億萬啊 妳拿出來嗎 誰啊 怎麼樣 就誰樣啊 妳再試用看 凶什麼樣 不要理他啊 叫那個狐狸精滾就好了嘛 妳講一遍你客氣一點好不好 不要講 講講 講他什麼狐狸精 妳講什麼 妳再說一遍 妳怎麼資格講 叫我們叫 爛的人 我跟妳講 我在那裡比妳爛 只有看到妳自己長相好不好 幹什麼 幹什麼 妳講過妳的長相 妳自己長什麼相 媽媽 妳看見什麼 妳女兒長什麼樣子 妳在逼得逗我嗎 那妳要長什麼樣 什麼啦 妳兩個 死破嘛 再說一遍 試試看吧 不行喔 不用罵我 怎樣 幹什麼 幹什麼 推什麼 妳太喘了啦 我老婆老婆 我還是有一點力氣的 還我載的事情 不能我女兒 不能跟那個欺負啦 我看夠啦 周老婆捏曲 看清楚好不好 那妳第三次 妳破壞妳再這樣 妳抓興趣啊 怎麼樣 妳再修一遍 怎樣 我行不行 試試看 怎樣 妳講怎樣 跟他講清楚好不好 講清楚就是離婚啊 我不理啊 我要告他 妨礙家庭 妳告什麼 我要告這女的啊 之前就講好了啊 結婚之前就講好了啊 果果 反正我又沒有寫白紙黑字 怎樣啊 我已經敢玩了喔 自己承認喔 我現在不想啊 我現在不想那樣 之前是不是有講過 講過呢 怎樣 不要玩女人自己不會管 宋主妳先是不願意成全她 對不對 妳就不要講嘛 妳當初就不要講這句嘛 妳女兒就不要講這句嘛 妳女兒就不要講這句嘛 哎呀 其實是我做的啊 人家看眼睛 蒙一個可以啊 不過兩個人都跟人家蒙起來啊 做妳的太太做得起嗎 做不行啊 所以宋主現在是不願意成全她 妳不想要讓她就是離婚之後 可以玩得更開心 妳是不是覺得如果離婚的話 好像就讓她太好過了是不是 根本就太便宜太好吧 便宜或什麼 可是妳如果是一直綁著她 妳自己有好過嗎 不好過跟在一起不好過喔 怎樣 不好過 不好過是妳接牙式的 要跟我批子的喔 沒關係啊 妳跟哪一個女的在一起嘛 我就一個一個告啊 告啊 妳去告啊 去告啊 敢說我不敢嗎 我再講看看 我為什麼要閉嘴 又閉嘴 為什麼要我閉嘴啊 人家講話有妳的遺地嗎 怎樣啊 主人是我啊 我住在這裡有妳講話的遺地嗎 女兒嫁給我啊 嫁給妳 嫁給妳 我男是一家豬子啦 我姓姓母姓出來的 女兒嫁給我就是我的人 我是局外人的 我爸妳當作我孩子耶 當作我的兒子耶 妳怎樣對待我們女兒 沒有把妳當作我女兒 對我媽的態度啊 我養一個頭 我態度就是這樣啊 天啊 我還會咬尾巴 怎樣 怎樣 我爸妳當作我兒子 妳怎樣對我們啦 怎樣 怎樣 妳好意思啊 怎樣 那是妳的事啊 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妳還要跟她在一起啊 看她啊 如果要跟她老婆離婚就在一起啊 因為她答應我的 那還有另外兩個 就要解決清楚啊 不然呢 怎樣 等什麼等 再說而已啊 先把這邊事情解決再說啊 妳趕快解決啊 那就不理啊 就要離她不理啊 這不是說 不是說這個老婆解決就 就結束了耶 外面還有呢 看她怎麼樣啊 妳打算跟她在一起 妳打算跟她在一起就是了 看她解決怎麼樣 如果不行的話 就分手啊 她老婆也奇怪 就沒有 留不住人家 幹嘛要留住人家 亮妳管 自己沒本事啊 知道自己沒有本事 留不住我的心嘛 她到底有什麼能耐啊 非常好奇耶 這個看起來 雙方的教育都很失敗啦 因為剛好今天宋祖媽媽也在這邊 像這個女生 我是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 可是妳還看到這些 還願意說 只要離了婚 我就願意跟她在一起 通常都是很沒有自信心的女生 這樣成長起來 才會這樣委屈到這種 她有本事跟我玩 我有本事跟她玩啊 我幹嘛輸她 我就是有本事啊 所以妳也同時有別的男朋友就對了 對啊 妳有幾個男朋友 妳有別的男朋友啊 別的男朋友啊 東西 妳有幾個男朋友 妳沒跟我講 我幹嘛跟你講啊 妳跟誰啊 妳嫂啦 妳跟誰啊 我喜歡怎麼樣 妳喜歡喔 妳有種我也有種啊 妳怕什麼 我要丟的時候才能丟 我男朋友要丟一樣的女朋友 丟到了嗎 那個 現在妳說什麼啊 我玩妳的才可以丟 怎麼妳丟我 我從來沒有被女朋友丟過 我都丟女人的啦 宋主妳可不可以告訴我 妳到底為什麼不要離婚啊 我看妳很病態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愛她 因為妳還愛她對不對 因為妳還愛她 妳到底愛她哪一點 妳愛她的到底是哪一點 我看不太出來 我這麼爛的男人 有什麼愛妳愛的 因為她很體貼 因為她很體貼啊 她很體貼 體貼啊 忽然變成她很體貼 妳有精神分裂症 她有時候對我很體貼啊 有時候 怎麼個體貼法 我生病的時候 她會照顧我 那是在婚前還是婚後 婚後 婚後 妳生病人她照顧妳 對啊 那像我說 我在 懷孕那段期間 她都常常照顧我啊 還有 當我在待產房的時候 她也在旁邊陪著我 真的啊 妳的女兒出生的時候 妳都有陪她是不是 有啊 所以妳有看妳女兒那個 妳有去拍嗎 我是沒有拍 但妳有陪她 陪她 生產的時候 我全身過程都陪她 宋主的標準不高 沒有啦 宋主妳如果真的是 看到今天這個局面 妳還是愛她的話 那我可能要提醒妳 妳可能只有兩種狀況會幸福喔 第一個是妳不斷生病 第二個是妳不斷生小孩 對 生病跟生小孩她才會在 那 這個 湘主是 她生病的時候 妳會照顧她 那時候為什麼會照顧她 沒有啊 我是看她 以前對我蠻好的啊 因為我以前生病的時候 她有照顧過我 她也是會照顧妳嗎 所以妳還是會將心比心 因為她對妳也蠻好 妳就覺得應該還是要照顧她嘛 沒錯 對不對 那妳怎麼都不想想說 她其實也 帶妳們兩個的小孩也蠻辛苦的 妳可能對她稍微好一點 她以前也是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她也有多開心 對啊 可是我 怎麼講我還是 想要去外面 我改不了啊 妳就待不住這樣 改不了 妳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 妳為什麼覺得就是說 妳一定要同時間 這麼多的女朋友 妳爸爸也這樣嗎 沒有耶 沒有啊 妳爸爸只有一個媽媽這樣 一個老婆 她外面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耶 對啊 那妳為什麼會這樣 妳有別的兄弟姐妹嗎 有啊 哥哥 有 哥哥 哥哥也是交很多女朋友嗎 哥哥之前也是交很多女朋友 那後來呢 後來就沒有 結婚就沒有 結婚就乖了 對啊 對啊 就只有跟她老婆在一起 對啊 那妳有沒有跟妳哥哥聊過 她為什麼可以定下來 我沒跟她聊過 我是覺得之前我哥講的是說 女孩子就是拿來玩的 對啊 可是後來妳哥哥也 後來妳哥哥也 只跟她的老婆在一起嘛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妳的那種女孩子 就是拿來玩的觀念 是來自妳哥哥嘛 那妳也跟她一樣 可是她結了婚之後 她就改變了 妳有沒有去了解到為什麼 妳知道 她們有沒有小孩 沒有 她們還沒有小孩 妳看 對啊 她們還沒有小孩 然後她就改變 她就跟她老婆在一起 妳還有一個小孩 可是我覺得 那妳可以玩到幾歲 玩到不能玩再說 你打算玩到不能玩再說 對啊 那如果不小心在外面 又讓人家懷孕了怎麼辦 那再想辦法啊 再說啊 不用管 那如果外面都在哪裡 不用管 其實有時候 我常常做錯事 只是說 偶爾有時候會舒服掉而已 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說 妳的這個防護措施做得很好 對 不會讓他們懷孕 之前 沒結婚的時候 是偶爾會舒服 可是現在結婚的時候 就很緊張 我覺得說有小孩子 如果萬一又有 對 我要跟他離婚 萬一我外面又有 萬一那個要跟我叫我跟他結婚 怎麼辦 然後怎麼辦 所以妳外面絕對不可能有小孩 對 所以我現在措施做得很好 所以妳如果 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但如果你跟他離婚成了 妳不會再結婚了是不是 不會 不會 不會再結婚了 不會想結婚 她結婚 每天看她那張臉 都滿溺死的 妳最長的 就是交往最久的女朋友 大概多久 一夜前 不是 就是女朋友 女朋友 對 最長在一起幾個月 或是幾年 最長 對 最久的 最久的 五年吧 五年喔 對 最久的五年 那那個五年的呢 分啊 可是你跟他在一起的五年過程當中 你還有交別的女生 有啊 那他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還五年 那所以你還是可以看一個人 就是說 看五年 最長的期限五年嘛 對不對 你不會覺得膩嗎 五年還不會膩嗎 不會啊 不是耶 不是說不是膩不膩的問題 可是 有時候我去 跟別的女孩子上床 去玩 可是我玩一玩的時候 覺得她 又沒什麼新鮮感 覺得沒什麼新鮮感 你還是有回去 可是回去找以前認識的 有聯絡的 玩一玩 可是過幾天又膩了 又膩了 你就這樣子 就這樣 因為 久沒有玩去看她不錯啊 玩一玩也不錯啊 所以宋主 其實你離婚是比較有利的 她或許會回來看你啊 她現在好像就是唯一抱的希望 就是至少她跟她女兒住在一起 這個 像我還會回來看女兒 還看到她 就變成這樣子 真的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 那個婚姻可悲的地方 就是在於 其中有一個 以為小孩子可以綁住對方 拿小孩子來綁住對方 然後拿小孩子去找爸爸 問題是 那個人心不在的時候 誰都綁不了她 我是你老婆耶 我是你老婆耶 我不是外面的女人 老婆要怎麼樣 死心 其實在 你要是一個女人啊 對 在湘武的觀念裡面 沒有老婆跟女朋友之分 對 沒有差別 只是多在他們兩個人 有一張證書而已 只是有沒有新鮮感 或是那個感覺對不對而已 宋主 你的標準實在是太低了 覺得說她偶爾 你生命有照顧一下就很好 那你既然這麼低 你乾脆再低一點 你就乾脆低到底好了 讓她出去玩 你也不要那麼在意 這樣也是一個辦法 對 除非你又能夠 對 你乾脆就再低一點 就是你又互高互低 互高互低 你沒有辦法忍受她 在外面繼續花 可是你又沒辦法要這個人 這個沒辦法 對 沒有辦法 不用哭了啦 哭什麼 反正離婚喔 宋主剛剛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還是愛她嘛 可是你要了解 如果你真的是愛她的話 你會接受她的一切 那才是愛嘛 對啊 你根本不接受她這些行為 那你根本離愛還是有一點距離 我們說你可以去外面花沒錯啊 可是你不要帶回家裡面來好不好 喂 帶回到家裡 離婚 我還會回去看你 你怕什麼 反正我去外面玩 玩你也回來再玩你 那是可以 你講什麼話 把我捏當作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就是玩你 什麼外面玩你 鬼要玩我捏啊 離婚完以後 離婚完以後 我還是會看你女兒嘛 不能走下來我們家裡 因為離婚以後 可能會過一陣子沒有找她 過後 差不多隔一年 我會回來去找她 還可以找她 她不是玩這樣 好像新鮮貨一樣 你去買新鮮貨來玩 結果沒有玩就這樣 你那麼喜歡玩 你去全區又名店玩啊 去買一些東西來玩啊 道具啊 我有玩過啊 我有啊 我有買多道具玩過 可是不用在你身上 不用在你身上 對啊 香菇你們的那個小孩 就是出生之後 你剛剛也講 其實你都也會回去看小孩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其實應該還 跟你的小孩之間的那個 互動還滿好的 小孩很喜歡跟你玩嗎 喜歡啊 你有沒有想到再生一個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以前有想過 以前是有 以前有啊 以前有想過要幾個小孩 兩個 兩個啊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是不是 對 那 那 對不起 因為我可能要這個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兒子 我要比較 冒犯 然後比較試探性的問你 因為你現在在外面 玩了這麼多女人 你現在生的是女兒嘛對不對 對 你不怕你的女兒 長大之後被人家玩 就是碰到一個像你 對啊 你現在沒想那麼多 你要不要開始想一想 對不對 如果說 如果說你的女兒 碰到一個像你這樣子的 對不對 他是不是會 我考慮看看 嗯 想一想喔 我們現在請 他們兩個人的小朋友到現場 因為小朋友太小了 所以我們有工作人員 把他抱出來 來 他在睡覺 好可愛喔 怎麼這麼可愛 來 好可愛 來 來這樣抱 聽說他喜歡胸部大的女生 對 我可不可以抱你 好吧 好可愛喔 我的小孩已經四歲了 所以沒有這麼 沒那麼 對啊 你看到 你看好可愛喔 對啊 好可愛 來來 奶奶抱 聽聽你 好好聽喔 對啊 你看 他要我抱耶 很怪 很怪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相伍應該就是在外面 怎麼樣也還是會 偶爾也還是會有壓力或幹嘛 回到家看到小孩應該會好很多 有啊 會嘛 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會嘛 心情會比較好對不對 小孩真的很天真 然後很可愛 你看 你看 你看眼睛好漂亮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那你都沒有想到說要 就是 這個 怎麼樣喔 宋主跟你 你們兩個人還生了一個這麼可愛的小寶寶 都沒有想到說 這個 為了這個小孩子 稍微 不要說 全部改啦 因為全部改真的不可能 稍微節制一點 就是為了你的小孩 有沒有想過 我會 慢慢的想想看 想想看喔 對 對啊 因為我希望說其實 其實我剛剛這樣點你 當然我們說 他長大之後被人家玩什麼 其實聽起來真的很難聽 但是 我只是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將心比心 因為你也有生了一個女兒嘛 如果說 如果說你 繼續這樣子 玩女生的話 而且你看你能夠 玩到老 但是他也會長大 對啊 我也是有 你這樣提醒我 我是很感謝你 可是我是想 也是會怕被人家打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自己的女兒 那你 如果你能夠這樣子 慢慢慢慢想 對不對 而且你看他真的很可愛 那如果說 你們可以 好好的把這小孩帶大 也是 很大的一件功德 對不對 我們說其實 市井小明沒有什麼偉大的地方 但他如果能夠幫這個社會 養一個好人 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沒錯 就是至少不要製造我們這個社會 太大的問題 真的 我以前 像我也是自己在帶小孩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有什麼了不起 我才了不起呢 我在幫社會養好人 對啊 對不對 我們的那個 我們就是父母 跟我們上一輩的 對於小朋友的教育 我們的言行舉止 都在影響他 一個很健康的小孩子 他應該要成長在一個很健康的家庭 譬如說你的小孩子 如果一天到晚看到你們 吵架丟來丟去的東西 對他來說他會有陰影 他現在很小他不會講 趁他現在還小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趕過來的話 就會有 因為他如果 好可 因為他慢慢大大大 他就會記住 他就會記住說 其實看到爸爸很兇的一面 或是看到媽媽 哭哭啼啼的一面 其實對這個小孩子 將來會有影響 他可能將來長大 找對象 可能都會有 影響 會有影響 他會不會也去找一個 會打他的呢 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他習慣看到男生 就要打女生啊 而且小悟 你看他跟你真的長得很像 而且我也看到 你對他的修典 真的不同 我覺得你應該好好思索一下 這個部分 好 好可愛 好 那我們 這個 三位專家 再給一點意見好了 來 對啊 我是覺得這個 宋主你就是兩條路嘛 一個就是你要看開嘛 你就再看開一點嘛 他在外面玩 跟帶到家裡也沒差 有的人可以看開到說 我看到我老公 跟別的女人做愛 我都沒感覺 你要不然你就做到這一步 你要不然的話 你就乾脆跟他離開 好 我看到很多就是說 他 他到最後 他要把你怎麼辦 他一直要跟你離 你又不離 那你要讓他把你怎麼辦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你有你的價值啦 不要把自己看到都一文不值 這樣子 好 那我是 但是我剛剛有提到一句話 我說愛是接受 那包括接受他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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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啊 爸爸 我想我剛剛已經提到一句話說 愛是接受 但是接受是包括接受好跟接受不好 可是但並不是縱容 就是說 你不能說 他明明已經影響我們家庭非常多 那你還縱容他繼續把這個行為持續下去 所以我比較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你們兩個都要想想看 就是說你們真的能夠接受的部分 是不是足以去維繫你們的婚姻 如果那個部分真的是一個負面影響 特別是孩子這麼可愛 那即使只是為孩子想 我覺得你們都應該有一部分的調整 但那個部分可能就不是你去要求對方 可能是你為了這個家 為了這個孩子 或是為了你們之間 你願意做什麼樣的努力跟改變 我覺得女人愛男人 但是其實男人愛自由 這點我們都知道 而且其實根據科學報告 也證明確實雄性的動物 是必須要三妻四妾 可是我覺得 因為其實香舞現在的狀況 其實是已經滿超過的 我覺得宋主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了解到 到底你將來想要給小孩子的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未來 我覺得你必須要深思到這一點 因為你現在一直想到 你愛的是香舞 可是問題是 你想要給小孩子 是這樣子的一個家庭嗎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只有你愛 你要想想看 小孩子愛不愛 我覺得這點 你可能要再思索一下 我想我們今天 因為這個 因為現場有一個 這樣子一歲多 一歲兩個月的小baby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形式上面 做一下小小的調整 我想各 我想單獨私下 就是個別跟 我們的男女當事人聊一聊 最後再請他們來做決定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紅雲咄咄逼人 十足潑富的模樣 以及香舞毫不在乎 不屑一顧的態度 讓宋主的心 又如千刀萬刮 而宋主的母親 更是因為心疼女兒 傷心落淚 你跟她在前面有多久嗎 七十幾個月 七十幾個月 對 而且妳這麼年輕 這麼漂亮 妳真的不用怕 這個混水 妳很不甘心對不對 對 她有種完我也有 對 是沒有錯 但是妳會不會覺得 就會說 因為妳剛剛聽到她講話 她從頭到尾 妳把女人放在眼前裡想 我張天是覺得她不應該 對 那妳有必要成為 那其中一個嗎 而且 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女生都會有 都會有同性心嗎 妳看她小孩子那麼小 對 而且妳也看到其實 她對她小孩子其實還蠻好 我想要把這支筆對 妳沒有很生氣她家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所以妳是不是應該 可是我覺得 我這樣被刷 我也很不甘心 而且她今天 竟然可以這樣子 我今天好氣 那我怕什麼 剛才還在跟TWQ在那裡 我都換了一批 她還安慰她了一下 她如果說要回去學校 我OK啦 妳會想結婚嗎 我會想結婚 看到這種男人 怎麼會想結婚 而且現在社會 說實在也不能這麼早結婚 所以妳是要交男朋友 那妳如果要交男朋友的話 她也不想結婚 對啊 如果她真的要回找阿婆 我OK啦 來 來 我是覺得我剛看妳 像我覺得妳跟妳小孩之間的那個互動 其實妳跟妳小孩是真的蠻有感情的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就是說 那個不是說可以演得出來的嗎 那 我也結過婚 我也知道說 就是說人 一定會有那種喜新厭舊 我覺得很煩 就是怎麼 怎麼老是要跟這個人住在一起 老是要跟這個人 可是我覺得那個 妳的時候如果妳把妳的那個 重心跟注意力轉移到妳的小孩子身上 妳就不會覺得那個人 那麼愛人 對不對 盡量看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提醒妳 妳真的 妳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想這個事情 可以啊 試著看看 好 因為真的小孩子很無辜 你看她那麼可愛 那麼天真 長大 長大應該是蠻漂亮的 那妳當然也希望 妳身為她的爸爸 妳希望她也能找到一個好對象 是 對不對 可是妳明明知道說男生有像妳這樣子的 一定會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看 能不能夠 再試試看 然後妳慢慢慢慢慢慢 轉 轉變妳的那個想法跟妳的觀念 盡量試試看 好不好 好不好 我捨不得啊 我還有這個孫子那麼小啊 小人 還小到不懂事啊 可是我相信說她會改變的 對 我問妳 妳現在 妳願意再給她一次機會對不對 妳想要再等她 是 對不對 妳 妳覺得她 會改變 那我 我有跟她聊過 其實我覺得她 真的很喜歡她的小孩 然後她為了這個小孩 其實她願意試試看 嗯 但是我覺得妳自己心態上也要調整 妳不能夠把妳的整個生活中心 都只盯在她一個人身上 妳應該好好的把這小孩帶她 對不對 嗯 還有妳要 就是說她在改變她的想法這段時間 妳可能要 給她一點空間跟時間 先不要踢她 慢慢來 她自己會想 對 因為我剛剛這樣提醒她 妳看她 對 在外面那樣外女人 自己也是什麼一個女人 嗯 所以妳有時候 因為妳有時候腳汗 一定會很重 對不對 對妳也不要 對 對 妳不要腳汗去激她 我覺得從小孩的角度 其實她其實心情還是 她的心還是滿善良滿軟 只有這樣 因為妳不願意分開嗎 對 因為她不願意放 對不對 沒有 我想說 我有說今天我離了 我愛 可是我在教的那個人 不一定會很愛我的孩子 所以沒關係啊 所以現在就是說 既然兩個人就是有一個 這麼可愛的小孩 那為了小孩我們 每一個人都退一步 當然她比較不對 可是她願意去改變她的觀念 她慢慢去想 她慢慢願意為了小孩 慢慢做改變 那妳要給她 給我 空間 就是妳不能夠 不要在言語上逼她 沒有用 因為妳們兩個這樣吵吵吵 對小孩也不好 好 對不對 我知道 好嗎 媽媽 沒辦法 因為女兒自己的決定 妳就讓她再試試看好了 只能這樣子了嘛 是不是 真的 就是說再試一次 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 就要好好的去想 這小孩怎麼辦 小姐真是 我老兒命苦 年輕民苦 現在又年輕來惹了我 這個下場 唉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講 香舞到底有什麼樣過人之處 讓兩個女人為了她 真的死去活來呢 更令人吃驚的是 洪雲竟然表示 如果香舞離婚 她願意與香舞在一起 主持人在與三人單獨肯談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轉變呢 其實這個 特別跟他們兩個聊過了 那我們能講的都講了 就是說呢這個 其實當然希望說兩個人呢都 不管是為了小孩也好 為了自己甚至為了對方 都能夠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那在這個階段 我們請兩位 還是回憶一下 對方令你感動的事情 好不好 試著去 盡量去想 對方曾經對我好的地方 他的優點 來 那我想一下好不好 好 那宋主先說 就像我剛才說這樣的 在我坐月子的那一段期間 他 就算他工作在嘛 他請假的時候 晚上半夜還是會來過來 帶他來看我 那至於像我在 那個產房生產的時候 他也有來陪我 甚至 甚至因為公司 沒辦法說請假 他就這樣子陪到這樣子 早上然後直接去公司 上班 都沒睡覺這樣 對 都是沒去睡覺 這是你們兩個的結婚照嗎 結婚證書 來 你要不要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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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還是有非常細心 體貼的一面就是 你希望你把過去那個 曾經對你細心體貼的那個人 再找回來 好 想好了嗎 這樣 那是什麼 就我的姐姐 那就很好了 好 他在我上班的時候 下班回來腰霜背痛的時候 我會跟他講我腰霜背痛 他會幫我捶背 幫我按摩 然後我有一次生一個月的長大病 生了一場大病 照顧你 然後他還蠻孝順父母親的 他還幫我照顧起來 他因為我在外面花 他融了很久了 也蠻包容的 然後像這個項鍊 是那時候我生病的一個月 都還沒好 他送給我是改運的 看我生病的時候 可不可以這麼快好 要整天都一直發燒 燒了又退 退了又燒這樣 他不管是長輩或是小孩子 都照顧得很好 沒錯 好 這些都是你們的合照嗎 是不是 沒錯 跟你們的合照 結婚照片跟出去玩的照片 所以說我們有的時候 這個男女相愛 當他變成了一個家庭的時候 恐怕就不是那麼單純 你不愛我就可以離開我 那有的時候甚至於還要去 為你的下一代 甚至於為兩個家族著想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希望兩位都想得很清楚 很仔細 考慮清楚之後 再回到現場來做最後的抉擇 雖然香舞讓宋主的心 傷得那麼深 摔得那麼重 但是宋主自始至終都相信 能用真心感動香舞 喚醒香舞 是看著這個可愛的孫子 是我實際是 看不過去了 好吧 你們兩個年輕人 那講得 可以活氣 我老的沒有什麼意見 要看他吧 就你講 有什麼用啊 可是我相信 我再給他一次機會 我也退一步 我們兩個各退一步 也許會 會變得更好 也說不定 如果說 今天我沒有試這一次 那我怎麼知道 那現在怎麼辦 你看他 不可以 而且你還有小孩 你還騙我 不可以結婚 怎麼辦 可是我不可能一個男人 出去花一點 跟你講說 那你就不要花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騙我呢 那你還有什麼 對我是真的 是我真心的啊 真心的啊 我有對你好過啊 是不是也對你好過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怎麼樣 我要去哪裡 我都陪你去哪裡 對不對 可能他老婆都出來了 你現在怎麼樣 活出來 怎麼辦 本來是想離婚的啊 我就說剛好拿你出來 那我跟他吵 真的不要亂 見到女兒的香舞 態度漸漸軟化 也表現出懺悔之意 她到底會選擇 留在宋主的身邊 還是繼續她 萬事不公的生活呢 說真的 我們說這個 如果只是 愛不愛的問題的話 那真的蠻好抉擇的 不愛就是不愛了 可是當他牽扯到一個家庭 然後牽扯到兩個家族的時候 真的有的時候 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讓你那麼瀟灑自由 婚姻本來就是應該 要有一些責任的 本來就是要有一些犧牲在裡面 我們現在請兩位到現場來 做最後的抉擇 因為今天 來 因為我們今天是 其實這個 宋主從頭到尾都希望 繼續嘛 對不對 繼續維持這個婚姻 所以今天其實是 比較重要的是 香舞妳要做一個選擇 妳要選擇家庭 還是要選擇繼續跟外面的女人 那外面的女人 妳要不要來做代表 來 妳來一下 那妳來站中間 好 來 那妳站這裡 如果 如果妳的決定 還是繼續這樣子的花下去 不顧妳的老婆給妳小孩的話 妳等一下就轉向她 如果妳是選定 為了妳的小孩 為了妳的婚姻家庭 妳就面向她 好不好 妳要想清楚 妳要想清楚 來 我們進行最後倒數十秒 來 我們進行最後倒數十秒 請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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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舞 有想清楚喔 對不對 有 有想清楚 真的 小孩這麼可愛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播出去 很多人都看到你了 外面如果花的話 那些女生也會嚇跑 自己要知道 知道 好 加油了 謝謝 謝謝 真的是很不容易一個大地轉 當然我們很高興 向我做這樣的決定 那可見得她內心 還是非常的善良的 她因為愛她的小孩 因為愛這個女兒 她決定不再做 大家都罵的壞男人 不過未來的日子 還是滿長的 滿難走的 祝福她 影片喔